华人历经超过两个世纪在本地扎根 但是当年因为动荡和祖辈缺乏收集资料的意识 不少人把先辈的遗物直接扔进垃圾桶 让华社永远只剩下当代或仅仅上一代人的史料 难以完整的书写历史 背负着历史文化优患意识的华人研究中心 过去37年实实在在收集了历史文献 并从华人角度以学术的高度来说故事 并保存华社的史料 补足国家档案的历史空白 众生喧哗单元 我们沿着说书人的故事 走进专属本土华社的历史新图 在国家载质和民间回应的框架下 华社研究中心以本地华人为单位 收集保存和研究大量文献资料 试图在国家文化版图当中 传承华社历史 自我证明其价值和贡献 所以简单来说 华研就是华人的忧患意识的一个氛围 跟贝景下而出现的 他的重要的目标 就是第一个 保留收存我们华人的历史的材料 第二个 研究华人历史文化 华人的当今的课题 作为华社的一个智库 站在每一个时代的民间 从生活和百姓的角度发声 让如新赞诺民间的历史碎片 经过学术之火 严谨的淬炼和锤打 得以众生喧哗 这座民办的非营利研究机构 郁郁的时机 当时是华社为了回应 1970年代起 官方祭出一系列土著主义政策 在1983年举办大马华人文化大会后 事务科华团支持下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以1985年开幕 并在1996年改名为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系统性地整理 华人先辈试迹和史料 它代表了华人在这里的 这个点点滴滴 你曾经走过的路 对不对 你要证明你曾经在这里 那我们这些先贤们 如何创办了这么多的学校啊 对不对 你怎么去记得他 吉隆坡公民小学的老师 他要编他们的百年校刊 他找不到他的过去 就是他的过去已经没了 就是说他们的文献 他所有的那些照片啊 那些开会记录啊都没了 可是就是找不出来 所以他们想到我们这儿来找 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够为华社保存这些东西 我们不能够没有我们自己的资料库啊 因为资料库就是你发言前最重要的根基 你没有这个资料库 你没有材料 你凭什么说怎么怎么样的 你如何反驳 吉隆坡是越来越来越来有很大的贡献呢 你如何反驳 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 这样的官方动作要把这个盖掉了 但是我们如何反驳 你不能够随便说 你随便说 人家说你有根基吗 你拿出材料啊 与一般图书馆和图案馆不同的是 华言以华社时代为主 图书馆馆藏大量的历史文献 期刊 会馆和学校出版品 马华文学作品 书信和手考等等 收藏图书超过六万册 当中不少是绝版的书籍 另外华言也收藏19500代起的 新兵热报 新州热报和南人上报等报刊 目前部分馆餐内容 已经上传到电子图书馆 华言也期盼可以接轨世界版图 让更多人理解南洋文教的重要地位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网络 就是通过我们的电子图书馆 我们电子图书馆里面的东西 你在全世界通 你手机上面都可以 使用 你只要进去就没问题 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 跟世界华人接轨 当然了 你要跟世界华人接轨 你这个网络的东西 就得要相当的丰富 对吗 我们现在正朝这个方向 因为经费的问题 你upload多少东西 你就要付出多少经费 对吗 这个是全世界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正在朝那个方向努力 到底我们出现过多少出版社 我们历史上我们南洋 新马的这个南洋出出现过多少种的期刊图书 非常非常多 我们现在是零零散散 有就收 但是从来不知道 我们上一代上前两代 我们这里也出过这种书 我们完全不知道 收了还知道 我们好多好多的杂志期刊 那超乎我们想象非常多 这个所以它反映出什么 反映出南洋的文教是非常非常的发达跟丰富的 文献素材和档案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相较于国家档案具有庞大资金和人力资源 民间的资料库处处抓紧见走 既要依赖华团和机构委托研究计划维持人力 华言集结成策的研究成果 却饱受高冷离地和门槛高的批评 什么叫接地气呢 华言 你要这么说华言是最接地气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这些期刊特刊 你们都丢掉的 华人最基本的东西全部 你们的生活照片 看到就买就收 只要不是太烂的 这是最接地气的 你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是最接地气的 如果你看我们的国立大学那些研究人员 他们那里接地气 好多 我本身也是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 他们做的华人研究可能根本不接地气的 用的材料也不接地气的 用的都是官方的材料 用的都是学者的论述 只有马来西亚大概可能是只有华言 协术机构大概可能是只有华言 最接地气的 民间资料库 另一个挑战者是本地的气候状况 以及人们缺乏保护的意识 年代久远的华人古籍真本和历史文献 经常出现破洞 重铸酸化和发霉等破损的情况 因此华言修复师 只好为破损的原件续命 一朝一世极为考究 纸张类的东西400年 顶多到1000年 那还得就是说你这个保存的环境 是相当相当好的一个环境 你才能够有400年 如果你的保存环境不好的话 100年大概纸张也都碎掉了 我们现在去找到的材料 帮它去修复的东西 都是我们从各地 中国去找出来的 你一定要用最好的纸 去帮它做这个修复 当然了 它如果本来有 原来它有一些旧的纸 可以用的话 我们还是用回它的旧纸 这个是修复的一个 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过程 难度就在于 我说最难其实不是 那个修的功夫 而是说最难就是说 修复人员的聘请 以夜来为例 在多数人印象当中 它是吉隆坡开步工程 不过目前谨慎落名 我们所知不多 历史贫乏 也找不到更多相关资料了 今时今日的我们 有更多管道 能以更完整方式 收集撰写和述说故事 但我们却猛然发现 故事正在流失 像颁布的壁画 残布的画轴 随着时间讨喜 流散在叙事的场域当中 不妨考虑把它 捐赠给有关的机构 不只是我们这个华言 你当地的那些文物馆 史料馆 你都可以去捐赠给他们 不要轻易的拿去 recycle 我真的是看到 就每次都听到 我都觉得很 怎么讲 很遗憾 就是说 又一样东西不见了 又一个一件文件不见了 就是我们看到 我们觉得值得的 我们就买 我们另外就是写信去 去跟人家征求 希望能够尽可能的 让这些历史留在民间 留在华社 你们自己的东西 你们收藏了多少 做了多少的研究 那你不来做没关系 中国的一大堆人 绝对中国学者 或者一定有一大堆人来这里 把材料收尾 马来加华人 讲得那么 天花乱聚那么厉害 我们如何厉害 我们华校 可是华人研究在国外 你觉得这个好看吗 好看吗 至少我们目前能够想到 华人研究至少还有一个华言 他不一定 我们不敢说 我们多少学术成就 但是至少资料我们敢说 国外的单位或事例 有意识地想要描绘 和连贯世界华人版图 也许他们更有能力 网罗这些故事碎片 他们也对这些历史素材 甘之若疑 而土生土长的我们 曾经生活在故事里 或继承故事的人 却深陷其中而不自知 保存时到有多么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